太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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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吃点啊 刚从广西回来 我作为一个记者的身份 去采访那边一个在县城里面 还接舞学校的这么一位朋友 然后后天就是下一期录制 有一些准备工作 我们要去提前拍起来了 这一季对大家也是一个考验 因为你不能还是像第一季那样 那观众就觉得你原地踏步 庞博自从第三期以来 就彻底开始走心脱口秀了 一走到底 两年前在第一季的表演 我更多的是观察一些 当时看到的一些东西 对外的一个东西 但现在就想更多的 就是从自己的角度来出发 我最近是因为哪些事情 有哪些想法 作为一个真实的自我 跟观众去交流 去连接 去完成一场表演 让我们欢迎庞博 大家好 我是庞博 哇 旁边跟CY把杨丽吓成这样了 我的天 这个卖价离这么远 挺好的 今天的主题我们聊 爱一个人好难啊 刚刚就跟李诞说的一样 我第一次有这个感觉 确实就是因为去年 我因为结婚 上热搜的那件事 你知道那个热搜叫什么 就叫 磅礴为什么英年造婚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一个疑问句 我就点进去一看 有的微博还带个哭脸 有的还有发红蜡烛的 就感觉就是这个人怎么 好团团的就 结婚了呢 我其实知道大家是开玩笑 就跟我闹着玩的 也是因为关注我 我觉得 这对我来说是好事 觉得我这人还行嘛 那不能轻易嫁人 但是 但其实我觉得 就认真的说 我觉得反过来想 其实 这么一个热搜 这么一个东西 其实是挺不尊重我太太的 对吧 就是你想我 我凭什么就不能结婚了呢 你们知道我 我太太我老婆 当时就在家玩手机 玩着玩着 在热搜上突然刷到自己 是什么感觉 给她高兴坏了 结婚当天都没这么开心 还看着我 哎呀 那你为什么英年早婚 肯定是因为我呗 我真的是经历过才知道 因为我原来一直就以为 比如只有偶像艺人 人家这种level的人结婚 才配得上这种关注 对吧 我当时真的我甚至有那么一点点 理解了当年陆寒公布恋情时的感受 我知道我不配 但我就是理解了 我觉得人家偶像艺人是真的有资格说 爱一个人好男这句话的 因为粉丝对偶像艺人是有期待的嘛 我都能想象是吧 每天都会有粉丝啊 对着自己家里的一面镜子 闭着眼 哎呀 魔镜 魔镜 告诉我 陆寒将来会跟什么样的女孩在一起呢 然后一睁眼 哎呀 你又答对了 魔镜真灵 但是结果突然有一天 魔镜没显灵 陆寒显灵了 告诉你这个女孩是关小彤 让粉丝咋办 我觉得当时真的是 陆寒公布恋情的时候 粉丝真的苦 组团嚎嚎大苦 还拍了很多那种痛哭流涕的视频 就我为什么这么清楚这件事呢 因为我当时在视频里 甚至还看到了我老婆 但是你反过来想 就比如说关小彤 她自己看到这么多粉丝 这么多这样的视频 她心里会怎么想 我觉得她应该是比我老婆高兴多了 开玩笑 我就胡乱揣测 但我真心觉得 过去几年娱乐圈里最勇敢的人 就是陆寒 陆寒在我心里现在就是硬汉的代表 你想没有替身 不掉威亚 徒手公布恋情 就你一想这个事 你在想什么 成龙跳楼 什么 汤姆克鲁斯扒飞机 跟陆寒一比 甚至显得有一点点软弱 我觉得 为什么 我就在想这件事 为什么粉丝这么敏感 为什么把偶像艺人的感情 跟婚姻看得这么重 我觉得就是因为 大家把婚姻情感这件事情 看得太神圣 看得太重了 我问过我老婆 她到底看上我啥了 她就说 就是因为咱俩 吃饭口味特别一致 我完全没有想到 根本不是贪图我的美色 我俩就是在吃火锅的时候 决定结婚的 特别草率 那会我们在一起 其实已经很长时间了 我俩在吃饭 我就说 咱俩要不考虑结婚吧 你说这样 以后如果咱们在上海买房 她说好啊 我说就是 你要吃毛肚吗 我说你不再考虑一下吗 她说那这种小事 你烦不烦 你磨磨叽叽的 你考虑一下咱们是 吃黄猴还是吃毛肚 那我说要不就吃毛肚吧 她说那还是吃黄猴吧 我说那咱们要不要 找个时间就去领证什么的 她说行啊 这礼拜五不正好是你生日吗 就正好那天去领呗 对了 你吃宽粉吗 我觉得结婚这件事 在我老婆看来 确实没有吃火锅 点什么菜重要 真的你想 婚礼的时候 证婚人的那段词 其实是最不重要的 贫穷疾病健康富有 根本没有人在乎 OK OK Yes I do 就像装软件之前 点那个用户协议一样 同意同意 全都同意 但是吃火锅完全不一样 吃火锅完全不一样 服务员来问 今天两位 无论是毛肚还是黄猴 铜猴还是香菜 两位都能一起吃吗 我老婆肯定等一下不行不行 贫穷可以 疾病可以 但是香菜绝对不可以 就真的是后来 就那一周的 那个周五的上午 我们就真的去领了 那个结婚证 领完之后 我们就各自回自己公司上班了 同事还在问着说 你今天怎么来得这么晚 我说 没事就去结了个婚 同事说 你这还挺不好意思 别问了 是不是二婚 后来下午的时候 我就问我老婆 说晚上要不要一起吃个饭 你说毕竟今天结婚了 咱们是不是至少给民政局一个面子 他说 哎呀但是今天都挺忙呢 马上明天就周末了 周末再说吧 我说啊真的 不一起吃一个饭吗 至少 今天还是我的生日啊 他说好啊 晚上就一起去吃火锅吧 不过今天提前想好啊 到底是吃黄猴还是吃毛肚 谢谢大家 我是潘波 谢谢潘波 喜欢潘波的朋友 不要忘了投票 最后三秒 三 喜欢陆寒的也可以投啊 二 一 请锁票 还想蹭陆寒的票 蹭人家的热度就算了 票还要蹭 那你想聊点啥呢 我随便 余老师觉得他今天的段子 跟之前的比怎么样 今天段子好像比之前的差点 是不是 还聊吗 聊啊 没有想到这么能聊 他说是实话 真就是实话 他那 这哪有那个动物园 那个好 没有 今天我 好像不太能抓到主题 嗯 不太能抓到主题 下一期都会更差的 对 他也 他也不是包袱不够用 那对 包袱有的挺好的 是人生快不够用了 庞博在这一三期 这个表演个撕衣服 哇 哇 哇 看不上了 是吧 这个自曝了自己 曾经是一个优秀的健美操运动员的 往事 然后 这种话以后投票之前说好不好 现在这哇啦哇啦有什么用 然后又讲了 上一期又讲了很多这个 跟动物园什么的体验 就其实庞博 现在越来越多愿意跟大家分享 今天又把这个英年早婚的事也讲一讲 其实就是 其实也是不愿意讲 其实 人生故事也没有那么多 这些东西也不好说 有的时候说中了说轻了都不太合适 对啊 这节目他老朋友不是不看 对不对 你跟你老婆求婚这事真的 就是这么发生的 就是差不多吧 总有艺术加工的成分 但是 是源于生活 真的是不吃香菜 他是真的不吃 完全不吃 特别神奇 就随便 我说这干嘛我这是 好 好 谢谢潘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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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